頭彈鴨舌帽他是土耳其台灣中心執行長 邱鎮宇周四晚先打擊返台 這次回來最大目的 就是要把資源帶到土耳其 怎麼樣才能把資源真正的合法合理的 帶進去 然後做公正的分配 否則很多時候都是政治陷阱 很多時候到了當地 因為每一個人都迫切的需要資源 資源永遠都是被刮分掉 永遠都是掠奪 土耳其大地震 民政求證宇指出台灣中心是雷伊罕勒市 唯一提供水電食物的機構 每天收容人數將近四百人 但當地所有非政府組織都已經撤退 就連土耳其緊急救難總署總部也直接倒塌 台灣中心現在宛如孤島 因為地殼地層劇烈的變動 水井也壞了 一直是說水現在是因為整個水系統壞掉 這水系統壞掉 然後井也不 work 這位來自地震重災區的婦女在家園倒塌後 跟家人徹夜狂奔到台灣中心避難 現在要怎麼帶這些災民繼續走下去 求證與預計天樓台灣兩周 要跟各界學者專家政府單位討論 找解方 近新聞楊中強關 彭自華好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大家看見新有新聞 我會看到웃 遇見 llama